我有一个朋友是做花卉这个创业 之前业内有一种树叫灰栗木 觉得你想买吗 没感觉 后来行业里面把它改成了非洲茉莉 他告诉我 改成非洲茉莉 这个行业销量增长了多少 大家猜一下 一万本 叫瓜栗基本上没人买 尤其是四川人民 这个瓜就是傻的意思 瓜瓦 我们经常你看都在开创新品类 但是我们缺少一个关键知识 就是新品类的命名 这个名字命的好 它就成了奇果或者发财树 命的不好就成了中国俄梅或者瓜栗 第一个叫做有根 就是要接住老品类或者抽象品类 来对接过客的需求 即使是大气也犯错误 晚上他做了一个饮料叫葛瓦斯 根是什么 根是瓦斯 瓦斯是煤气 葛瓦斯它是一种饮料 它是有喜酒味但是没有酒精 更好的品类名应该是零度喜酒 不完酒精的喜酒 这样就可以作为饮料来喝了 收串又开车 又不想交代价 那么就可以喝零度喜酒 一个更有价值的表达角度 同样的事情表达角度不同 这个价值感是天差地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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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